大家好,接下來下個月會有三次專屬直播,補回這個月未做的那一次 敬請留意和加入做會員 昨晚封閻直播節目,萬聯應該贏到紐卡掃掛 理據就是得到寶貴的休息,熱刺同樣得到寶貴休息 只有整對球都不同了,踢到想要的儘快完結攻勢速度 做到儘快完結攻勢的目的就是希望對方一開球時未站穩陣腳 使儘快完結攻勢加速進攻攻入對手,讓自己可以先領先 昨晚的賽事當中,萬聯都是想這樣做的 一開球的時候,搜門員迪基亞開龍門球都是不停大腳踢上去 是不會想怎樣慢慢後場猜球的 希望儘快完結攻勢搏對方一開球未站穩陣腳 誰知道竟然反過來,是萬聯自己站不穩陣腳落後 即是萬聯的教練團隊訓練的能力不如熱刺 原來我們不可以見到熱刺做到就當萬聯都做到 通常都會說萬聯休息太多了,一段時間沒有比賽沒有狀態 但對比熱刺,你們會發現不可以原諒 人家熱刺暫停賽事的日子還不久? 但第一場對利物浦13分鐘一開球就已經入球了 熱刺的狀態沒有問題,還有驚喜 萬聯反過來,第一場只不過是對紐卡素 但一開頭6分鐘就落後了 儘快完結攻勢就是想快點領先到 熱刺的戰術是成功,但萬聯的戰術是徹底失敗 主要就是熱刺一開球就有正常狀態 但萬聯一開球狀態非常不正常 很多球員做普通的拿球、傳送都是不穩定 例如隊長麥加雅一開球後場拿球時拿了空氣 費特很多時控球都控不到球 達洛特一開頭斬球斬到不知去哪裡 狀態不好,導致技術出了問題 這樣就做不到盡快完結攻勢的球 盡快完結攻勢真的很要求球員有狀態 人家熱刺做到萬聯做不到是不利於爭奪英招前四 所以是不能原諒萬聯的 難力黑依然未能將自己的親信 有足夠的親信放到教練團隊當中 導致萬聯的教練團隊依然未夠級數 這樣就做不到主要競爭對手做到的事 雖然下半場都是靠達洛特的明買明迷 Early Cross追成1比1拿回1分 但上半場就是他一開頭不夠狀態 而未入局是明買明迷Early Cross 直接斬給對方搜門 沒有了控球權 再給紐卡素進攻而入球 而落後 不過達洛特的問題就不算嚴重 事關他當時的決定也是對的 當時紐卡素後防線未準備好 真的應該Early Cross試一下 反而另一個萬聯球員的失誤更加嚴重 相對來說更加恐怖 這個就是華拉尼的 6分鐘的時候 輪到紐卡素進攻開界外球 扔進來產生5-5波爭奪 這些雙方控球權都不清晰的情況下 5-5波跟戰術沒有關係 是需要球員作出合理的判斷和決定 去拿到控球權 其實華拉尼已經成功對抗威爾遜 華拉尼已經拿到控球權 但他的決定就是錯誤 竟然把球拿到側面 好像想轉身那樣 在自己的後場 還未看清楚自己的背部 在自己的肩膀位 發生什麼事 就打算把球拿到側面再轉身 是一個非常低級的錯誤 是計時炸彈爆發的表現 立即被人迫搶 搶到球打過反擊入網 所以AI人工智能 都是需要將華拉尼來不來 計時炸彈爆發的數據 加入預測萬聯的比賽當中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 叫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 和我用人腦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 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 他們是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我們用人腦去預測 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 各樣的不同因素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只需要20美元 記得要按進去info box那條link 把握優惠的機會 可能你會問 隊長麥加雅一開球 連球都拿失 這個費特一開球 連球都控制不了 還有就是達洛特 那個是斬球 不知道去哪裡 為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不夠狀態 但是華拉尼拿球 拿去旁邊 就是華拉尼計時炸彈爆發 答案就是 華拉尼這次跟狀態沒有關係 是思想出問題 隊長、費特、達洛特的決定 他們是對的 不過是狀態不好影響了技術 技術做不到出來 不是思想有問題 但是華拉尼的決定錯了 所以是思想有問題 兩者是有分別的 思想有問題的話 你幾有狀態都沒有用 那就是跟狀態沒有關係 所以華拉尼的問題 是恐怖得多的 其實他當時只要把球拿去後邊 不要拿去旁邊 拿去後邊的話 就還有一秒的時間 可以讓他看一看 守門完迪基亞的位置再回傳 那萬聯就沒事了 不會落後的了 甚至之後可以再靠迪基亞的破救 和運氣全取三分 所以華拉尼這次決定的失誤 代價相當之大 我一向都說華拉尼的級數是一般 剩下一年的合約 用這個價錢買他其實偏貴 他之前在王馬來不來 都有類似的計時炸彈爆發的情況出現 都是五五球的時候 拿球的方向拿得不對 決定錯誤、爆炸 導致被對方打反擊 他的技術其實相當不錯 所以他不是技術問題 而是思想的問題 至於你說 今次默斯文對著萬聯對準 默佳亞說過就過再射入的問題 我就不打算責怪默佳亞了 原因就是你可以看到今次 默斯文的動作簡直是快如閃電 默斯文絕對是今天的NVP 默斯文理論上那一刻是推掉了腳 否則他都不會這麼快推過默佳亞 他推掉腳其實很難會有射門 所以萬聯的球員都其實沒有想過他會射到 誰知道他竟然可以用怪腳捉射去調整時間力 所以動作是快如閃電 也難以觸摸 但是越快的話就越容易失誤 督射一向都很難有準成度 但是竟然是死角入網 那你還可以怪誰呢? 默斯文今天有運氣也有很好的狀態 就算是華拉尼對著默斯文 華拉尼也是會這樣被他說過就過 例如今天去到37分鐘 默斯文在禁區頂推的速度慢很多 但同樣是可以直接推過華拉尼 幸好是最後對方是威爾順穴位食鋪炸壺 華拉尼這次被人說過就過的原因 不是不夠快 而是他亂按出腳 對方的推進是慢的了 但他亂按出腳是完全推了腳 即是說自己的軸數位虛了 被人找到虛位過了 又是華拉尼思想的錯誤 所以都不可以用狀態作為藉口 因為就算之前有狀態的時候 華拉尼在慢聯當中都試過亂按出腳 被人打橫推過了 所以這球最大的問題 不是達洛特斬的球 也不是隊長被人推過了 而是華拉尼的思想錯誤 計時炸彈爆發 不過我們都需要在公平競技的角度 說回一點點 紐卡蘇今次是源於一個釘界外球 其實有問題的 釘界外球的位置 比在波出界的位置 足足前了十馬 一開始 文基路已經是企前了五馬去準備開這個界外球 而他加上坐跑再釘出 足足是衝前多了五馬 一共是前了十馬 本來他應該就是釘去中圈附近 但是他前了十馬 就釘了下去比華拉尼前一點的位置 就是釘到下去華拉尼 導致他爆炸的 大家一向都不是很理會這個界外球釘的位置 球證這次覺得沒問題 連萬聯那邊都覺得沒問題 即是大家一向都是這樣 經常會站前一點 拿點好處的界外球 但是如果這樣做成入球的話 VR是否有責任去看回呢 球例是有寫明的 無心之失的手球有時可以不理 但是如果能夠做成入球的話 就要推翻入球 按照理論去推敲的話 也就是說有時拿到好處 站前一點拿界外球 是可以不理 但是如果這次做成入球的話 是否應該要推翻 所以華拉尼這次的思想錯誤 說到最後都相當嚴重 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到 萬聯落後了 其實這個問題都是跟對洛育智一樣的 進攻點是沒有長期拉邊 還有都是自由浮動 拉不開對方的後防線之餘 而我們也看到任何球隊採取面對密集自由浮動政策 都是沒有辦法在現代足球當中演練到破密集的套路 整體意識組織能力強於2018年的西巴牙擁有大衛斯華 擁有這個恩尼斯達的他們 採取自由浮動進攻點不拉邊政策 都是破不了密集的 最後他們不停靠迪亞高哥斯達個人能力屈肌 所以變成這些方法都是靠球員當時的靈感 個人能力而已 說回萬聯這一邊 一樣的 對著這麼弱的洛育智不停老鼠拉桂 今天對著實力都是不強的紐卡素 紐卡素都是以收縮為主 萬聯被迫同樣拿到很高的控球比率 都是不停老鼠拉桂 這個能力克執教第一場球的時候 這個拉舒福特都會長期拉著左邊更好些 因為當時拉舒福特還是踢回自己的以前 但是去到第二場開始 難力克已經是思想改做拉舒福特 拉舒福特在中路的時間大大增加了 跟著萬聯就沒有上一季 僅如拉舒福特在長期拉左邊的破密集套路 現在你會見到萬聯的進攻點 只會偶然地衝去拉下邊 而且是很快early cross 不會有耐性等隊友underlap去做一些小組的配合 再去破密集落底線 基本上都是極心急去盡快完結攻勢 不會再有耐性做入禁區底線 而且通常都是單邊偶然拉邊 不是說一邊長期偶然拉邊 另一邊就是偶然拉邊 不是的 而是兩邊都是偶然拉邊 是單邊偶然拉邊 不會隨便一邊長期拉邊 即是說肯定做不到萬城和利物浦的套路 而車路士其實都是會單邊長期拉邊 所以萬聯都不會做到車路士的套路 今天全場破密集最靈的組織 反而屬於紐卡素在46分鐘 費沙拉右邊協助卡夫underlap 進入接近禁區的底線傳中 產生很大的必入球機會 當中又是華拉尼 華拉尼在近處竟然解不到位 幸好是迪基亞擋住密斯文的必入球 如果不是萬聯當然會輸2比1 另外紐卡素下半場還有一次致命反擊 都是要靠迪基亞撲出廢沙的射門 另外迪基亞還在今天撲出很多軟射 而紐卡素也有一球軟射中柱 萬聯今天不用輸當然是靠迪 今天的萬聯入球都是靠閘位球員 一條邊線打光孤軍作戰在early cross 明買明買 卡雲來後備入替入球 現在的萬聯就好像早期的高普 執教利物浦 利物浦當時還是海鮮球的時候 得一招明買明買 面對密集進攻非常單一化 變成後防線不穩的時候 就是一場海鮮球 而且明買明買入球命中率相當低 所以今天接應的卡雲來 在明買明買射門當中 本身是不進的 被人擋住了 幸好擋回頭的位置剛剛好 可以保重時間 剛剛有條縫讓他入到 卡雲來入球其實有運氣 上場對著洛璃智入球 當然都是靠運氣 拼十二碼 今場波紐卡素的入球都是運氣 足以證明能力刻面對密集的思想 而且確是落後於這個年代 都是那個定義 他的壓迫是新時代 但他的進攻是舊時代 上一次講萬聯蔡右萍當中 我都解釋這個定義 解釋得非常清楚 今天不打算再解釋 今天當然要討論的是 究竟他會不會反省 有人覺得他的聰明才智會令他反省 但不要忘記 他的任期只有半年 所以他要反省是要快才有用 過了半年才反省 即是沒有反省 其實打完洛璃智那場之後 是看到了問題 萬聯還要停賽 停了一段時間再比賽 也就是說已經有充足的時間 給能力刻看回洛璃智那場 再有充足的時間 給他思想和反省 但是他完全沒有反省 他有時間都不反省 遲些沒有時間 不停要再比賽的時候 你想想他會不會反省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要猜的話 我會覺得他會反省的機會很低 或者他不能在半年任期之內成功反省 他只會繼續叫進攻點在中路 盡快完結攻勢 他不會想到進攻點 需要長期拉邊控制比賽節奏 等隊友underlap插入禁區底線 那些有耐性的組織 變成我們會預期到 萬聯今季的下半季 面對密集都是靠個人能力 而組織是千篇一律 進攻是單一化 海鮮波一隊 打大戰不用面對密集 反而會比較適合海鮮波的定義 結果我們會發現 蘭力克的思想始終都不適合 需要長期面對密集的當代強隊 而這半年的時間當中 他不會令到萬聯有破密集的組織 所以蘭力克執教半年都夠了 他留下壓迫的思想 留下這份心意都夠了 再好一點的話 就是留下一些厲害的教練 入教練團隊那裡 提升萬聯教練團隊的平均級數 之後升上去做高層 把壓迫的思想繼續 發揚光大之餘 不要搞個進攻 他幫一下萬聯找教練 找一下領隊 找一下新球員 希望萬聯下一屆的領隊 是真的會懂得進攻 怎麼拉邊 抱一下密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要給個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會被推送 推送多點我的Channel 才會增長到 多謝大家的支持 去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當然繼續討論的就是前世的爭奪 能力克的反省 既然機會這麼低 那萬聯還有沒有機會 爭回今季的前世呢? 還有就是今天的MVP 密斯文 到底有沒有實力打強隊呢? 記得要去PATREON繼續支持下去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 就直接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多謝大家了 拜拜